第24集,柜台后的男人慢了半拍,这简直就是大清早平的丢了一颗原子,谈谁受得了?约末十秒后,那个男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,嫂子还没吃早饭,我给你上去瞅瞅,看有什么小姑娘爱吃的。 男人跑进电梯了,人又都回来,问林一阳吃不吃?不用管我,他去超市买东西的路上,就凑合吃过了。 球桌边的年轻人们也都在品味嫂子二字的含义,一个比一个丁英果丁的露骨,露骨的热情。 不过,看林一阳的神色,还没打算正式介绍给大伙,起码在早餐这个时间点上,不想让他们打扰。 大家也只好不近不远瞧着,林一阳把一个高凳单手拎过来,搁到他身后,因果莫不吭声地坐上去,其实内心早就是翻江倒海,掀起无数次十米巨浪。 林一阳偏过头,瞧他的眼睛,不高兴了,他摇头,两手撑在两边,捂着热轰轰的脸颊。 摇头是高兴,他索性已在他身边,手肘搭着柜台,离近了问,在他脸边低声问,还是不高兴。 棕色的木制柜台上,有陈年泪月留下的划痕,因果两手撑着脸,不理他的调侃,明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脸红。 还在这儿故意问,这台球是,是你的? 因果轻声问,怕自己猜错。 林一阳没否认,他下巴微台,指面前的空间,本来是青年旅社老板的场子。 后来,被人给盘下来,经营不善,我又给盘了过来。 平时是那个人在管,我不在。 台球在这里也不是热门运动,林一阳盘下来,以后就没赚过钱,一直在亏着。 幸好他多年省吃俭用,存了点钱,才坚持到了今天。 说好听了是个生意,说不好听的,就是自己找了个累赘。 没镜像的日子,水电费都是个负担。 幸好一直有孩子,跟着他学打球,能平衡开支。 前两个月最惨,一次了六个月的房租,又碰上接连暴雪。 这里停电,好些天没生意,林一阳没有那么多钱,把家底全都掏出来垫上了,还把无谓的存款都拿来填补窟窿了。 最穷的那大半个月,他认识了英国。 要不然也不至于来这里快三年了,还要落魄到,要答应朋友去法拉圣赌球,换朋友在这里,帮他招待英国姐弟。 林一阳是个众诺守信的人,虽然最后有人没请到英国姐弟吃饭,他也完成了约定,在法拉城赌了那场球。 现在想想,还是有缘,老天注定让他跑一趟法拉圣,注定让他在那里,和英国在相遇。 你都有台球室了,还去法拉圣赌球? 英国恰好问到了这一层。 林一阳瞧着他,一笑,没说话。 其实早告诉过你了,傻姑娘,是为了请人吃饭。 而这个人就是你。 管事的人叫孙周,他很快端来了一大份水果和麦片。 还有牛奶和空碗。 这是他能想到给姑娘们吃得早点啊。 孙周平日里,在青年旅社长期租住一个床铺,魏德是看着台球室。 所以,常在旅社的公共厨房里,看女孩子们这么吃。 总之,有水果不会错。 林一阳的一贯的习惯,是早上练球。 上午有课就早点,没课就晚点。 也不固定项目,自己随便打。 对他来说,台球就像是一个长久,无法戒掉的爱好。 想消遣,想打发时间,或是心理乱,想冷静时最常做的一件事。 有时候累了,不想摸杆子。 他光坐在台球室里,听着一杆杆撞球声,也觉得惬意。 估计这也是他当初把全部积蓄拿出来,盘下这个台球室的最大原因。 习惯了。 习惯在这里待着。 习惯这里的每个人,甚至习惯这里的气味了。 他在因果吃早饭时,绕到柜台里,拉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抽屉。 拿出来一块黑巧克力,吞下包装纸,塞到嘴里,咬了口,咀嚼着。 他发现因果在瞅自己,吃吗? 因果摇头,怕胖。 林一阳把巧克力调过来,让他看包装纸上的含量,没这么容易胖,卡路里不高。 早上别工夫吃就行,对胃不好。 从高中一次早上练球滴血糖后,他每天都要先吃块巧克力,再练球。 一来提神,补充热量,二来对心脏也好。 有时候中午晚上来不及吃饭,吃两块黑巧克力和一个苹果,喝瓶水,也能当时一顿带餐了。 在他的台球室,吃着麦片泡牛奶,看他和自己隔着一个柜台吃巧克力,平平无奇的这个早上。 他终于看到了林一阳醉生活化的一面。 没有酒吧里请喝酒的冷淡,也没有带他逛纽约,找人给他做形似梦龙定制的冰激凌,给他点一杯出生年份的酒。 眼前的他,穿着黑色外套和白色短袖,今天的短袖,胸前有英文,黑色手鞋体写着安特。 难得,偶尔在他身上看到一件有牌子的衣裳。 林一阳继续吃着,没几口,巧克力吃完了,只攥成团,丢到了角落的垃圾桶里。 拿起玻璃杯,打开饮用水龙头,接了半杯水,一口口喝着。 这个男人,昨天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。 他倾他脖子下和耳后的时候,他还记得自己的身体,是直觉紧绷的。 手指在他后背上,完全是下意识地掐下去。 当时他感觉到了,还在耳边问他,是不好受,还是太好受。 语气很不正经,英国彼时终于体会到这个男人年长自己六岁,可不是白长的。 过去在台球厅里碰到的小流氓和他一比,都弱爆了。 勺子搅拌着麦片,他竟因为一小段疑你的回响,脸红了。 只是轻轻脖子,回忆里都湿漉漉,热轰轰的画面。 吃不下了。 林一阳看他剩了四分之一,始终没动。 英国点点头,总不能说在想昨晚吧。 他静自把他的碗和勺子收走,理所当然地,举起那个粉色的碗,仰头喝了口。 男人吃这个没那么秀气,直接是喝的。 反正放的麦片也不多,不愁,不用勺子也能喝完。 林一阳又喝了一口,彻底吃完。 他把碗勺,扔到水池子里。 我下午有课,中午就走。 他竟然吃完了自己吃剩的东西。 英国还在盯着那碗。 好像自己老妈也没这么干过。 起码他既是起,没见过。 只有老妈在小时候,偶尔会埋怨他浪费食物,把他剩下的饭倒给老爸。 他不清楚别人家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。 只看到,自己教的这个是这样做的。 眼前,林一阳打了一个响指,让他的心思回来。 想什么呢? 想比赛,他给自己的走神找借口。 好多本土的选手都不了解。 酒球是个冷门项目,在世界范围内,只有美国本土这里,还有亚洲区比较火。 而恰好,这里是发源地,这里的许多选手都是国内形成了圈子。 只在本土比赛,那种感觉和中国象棋差不多,自己玩自己的。 而在亚洲区的很多比赛上,根本见不到这些人的身影,所以他不了解。 而且,酒球比赛在赛场上的变数大,有时候一个发球失误,就可能接连失去七八局,彻底输了比赛。 不像斯诺克,更要求选手的稳定性。 所以,他还是很没底,面对这里的本土选手。 林一阳告诉他,他们的路数没什么新鲜的,一会儿打给你看。 真的,英国眼睛一亮,林一阳好笑,哑声嘲笑他,还能是假的吗? 他其实这周要是不生病,没被打乱计划,本来就要去纽约给他当陪练的。 英国聪明,稍作点拨就会熟悉这里的路数。 林一阳不想过多,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他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,失去了自己的特色,没意思。 那不成了比赛机器了。 他们说话间,那些囚桌旁的少年和男人都在憋不住了,一个个嚷嚷着早饭太干了。 口渴得慌,围过来和林一阳淘水喝,其实是为了近距离看看凭空冒出来。 我儿被藏了太久的嫂子。 有个年纪小的华语男孩,在众人怂恿下笑嘻嘻地搭枪。 杨哥,能叫嫂子吗? 林一阳本来嗓子不舒服,也就是和英国说话时强撑着。 面对着这些小崽子们,懒得说话,拿了大玻璃瓶,打开饮用水龙头,灌了满满一瓶。 接水的过程有十几秒钟。 真是治下有方,没人敢发一声。 这些人都跟着林一阳,听她的话,但不像寻常的俱乐部和球社,林一阳不收,他们比赛奖金提成,只有一个要求,大赛赚钱了。 如果想要扶持这个台球式的,就往账户上打点良心钱。 这里算是一个家,她是大家免费的教练。 大家不说话,因果也如做针毡,主动说,我叫因果,你们直接叫我因果。 嫂子开枪,众人如萌大赦。 一句炸开,场面立刻无法控制。 有中文有英文,全都在自我介绍着,和因果握手。 嫂子好,我是周伟。 嫂子,我李清。 嫂子看着真小,有时? 有吗? 嫂子也是打比赛的。 因果庆幸自己也是球房里长大的。 俱乐部也是男人多。 要不然一下子被这么多男孩子围着说话,还一句句叫嫂子,恐怕连话都说不顺了了。 她面前,全是等待着握手的人。 远处青年旅社的住客,在这里临时玩球的都被吸引了注意力。 在想,是什么明星来了? 最后还是林一阳救了她,把青色的大玻璃瓶放到柜台上,不是口渴吗? 你们? 没指定谁,但是眼睛一扫,显然是在轰人。 众人时像鸟散,依人去拿了一个杯子,像征兴倒了水润喉后,都回到了自己球桌前。 虽然走了,可仍旧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,一边练球,一边交头接耳,对着林一阳最近的练球时间,没多会儿就发现了蹊跷。 难怪连这周末都不在,是家人有约。 林一阳把外套脱了,带她去清理好的台球桌那里,在架子上挑了一根偏旧的球杆,纸面前的蓝色台子,开球。 因果早把球杆掏出来了,习惯性看看左右,球桌边沿。 林一阳知道她在找巧粉,她从窗边找到一盒新巧粉,拆开,丢给她了一个绿色的。 通常,林一阳都是在当天蛮长找块用完的巧粉用。 作为老板,她一贯在这里,都是捡大家剩下,不用的东西,自己打发着用完,但不想委屈她。 到中午结束训练,林一阳叫了车,把她送到酒店。 原来酒店房间在早上就定了,因果丝毫不知情,想拉着林一阳好好说说这件事,可没机会。 她还有许多事要做,多一秒都不能呆了。 临走前,她只说了句,七点接你。 在她到房间一分钟后,林一阳发了个微信过来。 林,昨晚睡得少,下午补补。 小果,我刚话没说完,你能不能和我A,不想一直让你花钱。 林,小果,这是个男女平等的社会,你这样我会有负担的。 小果,你还在读书,而且刚才孙周也告诉我了,台球室是亏钱的,你都在网里填。 林,后悔吗? 林,找了个穷学生。 想什么呢? 因果笑着回她。 小果,谁还没当过穷学生? 如果不是因为她职业特殊,也不会那么早能赚奖金,还不是一个穷学生。 林一阳没回。 因果推断她又进了信号不好的地方,没纠结回复不回复的问题,想先补个教。 林一阳说的没错,昨晚从真正睡着到被闹钟吵醒。 她没睡多久,上午又在训练。 有林一阳做陪练,一小时抵得上平时的三小时。 到此刻,人算放松了,肌肉酸痛。 她把iPad音乐打开,本来是想放一段舒缓的。 但公放出来,是那天,林一阳第一次抱着她。 她在囚房外听到的友情岁月。 来忘掉错队,来怀念过去,曾共度患难日子,总有乐趣,奔波的风雨里,不羁。 的行与罪,所有故事,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。 她从双肩包里掏出一个白色布袋子,里边是换洗的衣服。 袋子扔到床上,人进了洗手间。 十分钟后,有微信的响声。 她在洗手间吹着头发都听到了。 因为从上星期开始,她把所有人的微信都设了免打扰,唯独留了林一阳的。 所以这个声音只会代表林一阳。 她踩着拖鞋跑出来,找到手机。 林一阳发来了几张图片,点开大图,竟是存款的截图。 有这里的,也有在国内的。 愣,除了抬球室,这是所有。 连账户信息都没辟掉,心也是真大。 因果看着这几张图,努力控制着眼里的酸意,忽然就想哭一鼻子。 很多人说的很多话,游在耳边。 有无谓在公寓合租时,怕她心里嫌弃林一阳,特地拐着弯地说的。 顿错这个人吧,就是还在念书,穷学生也没办法,读书时候都穷。 还有表哥孟小冬这周见她,问的,发展得怎么样? 不要总花人家钱,她能熬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。 我听说,她那个学校挺贵的。 还有陈教练说的,当年可惜了,福利不好。 她成绩比你哥好,也没拿到多少奖金。 要是换现在几套房都买好了。 没关系,年轻嘛,前途无量,好像全世界都怕自己嫌弃她。 好像全世界都认为,她现在站在她的面前,是个不成功的男人。 可她明明很上进,也很优秀了,在她眼里全是优点,全是好的地方,没有任何不好。 英国也打开网上银行,截了张图,发给她。 小果,我的。 其实没她存得多,但好歹她,这是纯个人收入,且不需要负担台球式运营。 小果,你要周转不过来,和我说。 林一阳又没了回复。 英国被热水冲过身体,困意自然上冲。 她打开电视,本想看一会儿再睡,没过几分钟就抱着被子睡着了。 再醒,是被敲门声吵的。 起初她在梦里,以为是隔壁。 可渐渐地,听出是自己房间。 她猛地起身,以为到晚上七点了。 窗外的艳阳提醒她,还早。 看时间,仅仅睡了二十几分钟而已,不到下午一点。 她爬下床,在猫眼里望走廊,被放大的视角里,是拎着件外套,穿着上午那件白色短袖的林一阳。 一样的衣服,一样的人,像只是去楼下买了杯咖啡就上来了。 她打开门,她静字而入。 英国脑子还没理清理顺,不是说七点吗? 林一阳盯着她,看了好一会儿,笑了,对,七点。 她把门关上,下一个动作,就是把左手手腕的金属表解下来。 在她眼前,把表盘上的银色指针向后拨了六圈多,正对上七点。 从现在开始,直到把她送上回纽约的火车,她不会再走了。 本集完